嗨嗨,你又把他带来做什么魏无羡也是服了,刚喝尽的谁也全吐了出来,不是我非要带他来,是他非要来的,他说要亲自问你,你亲自跟他说清楚不就行了。 江宇双求江城的时候,一开始江城是不同意的,但是江宇双说你不带我去,我自己也会去,或许等大婚那日再去也行。 江城无奈,怕万一大婚那天他去给捣乱怎么办,只好把人带来让魏无羡亲自跟他说清楚。 那行吧,你带他去找杨姑娘,我不单独见他魏无羡可以想象。 蓝忘机如果知道他单独去见一个姑娘,还是一个对他心思不纯的姑娘,又是何番景象? 在杨雪儿的住处,杨雪儿在室内一旁鼓刀着他的药材。 魏无羡与江宇双站在门的两侧,魏无羡看着江宇双面无表情地开口道, 江姑娘,我不是让江宗主跟你说清楚了吗? 江宇双看着眼前心心念念了多年的人,满眼的爱意,不加掩饰。 魏公子,你当真不记得我了吗? 谁都知道我记性不好,有些事,有些人,我三天就忘了。 要不是那天江城说起,我根本就不知道你的存在,魏无羡不敢给人留有一丝希望。 魏公子,你知道吗? 从自你救起我那日起,我经常偷偷地注意你,远远地跟着你,山河万里。 不及你玩耳一笑,万千星河,不及你满眼星辰,江姑娘,谢谢你的厚爱。 不过现在别说这些了,魏无羡听着这些话,越听越觉得渗得慌。 魏公子,你让我说完,以后恐怕没有机会再说了。 我曾发誓等我长大了一定要嫁给你,我努力使自己变得优秀,好配得上你。 谁知我还未来得及长大,你却跌落了悬崖,别人都说你死了,我却不信。 事实上你真的回来了,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,我高兴得一夜未睡,我便偷偷打听你的消息,后来得知你在兰氏,正好择勿军订婚。 我觉得我的机会来了,便求了江宗主带我过来。 我觉得你见了我即使不能马上喜欢我至少也不会拒绝,谁知你却要与仙都成婚。 魏公子,仙都的脸,再好看也是一个男人,你们在一起不会长久,而且你们不会有孩子,这些你都想过吗? 江宇双此时眼里的泪在打转,有一种美人垂泪的感觉。 不过,在魏无羡这里没用,他不会在意,也不会心疼。 我喜欢仙都,不管他是男人还是女人,至于孩子,我不会有,蓝湛也没有。 他有我,我有他就够了,我们在一起能不能长久,我俩知道就行了,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,魏无羡想赶紧说清楚,赶紧把人打发走。 魏公子,我可以为奴为比,只要跟在你身边照顾你,或是时常看到你就好。 我也可以不计名分,为你生儿育女,以报答你的救命之恩。 此时,江宇双梨花待遇,说得情真意切,任谁看了都不忍心拒绝。 江姑娘,我说过不用报答,我与蓝湛之间容不下任何人,请你死了这条心吧,魏无羡语气开始不善。 魏公子,为了你我拒绝了所有求亲的人,你只知道仙都寻了你这么多年,你可知道我也等了你这么多年,你连一丝忌讳都不给我吗? 你当真要这么绝情吗? 如果以后,仙都不要你了呢? 江宇双仍不放弃。 江姑娘,你这话千万别再说了,蓝湛听到了会生气的,蓝湛生气了,我也会不开心。 我的陈情说不定会做出什么事,魏无羡,本不想说难听话,可是,听听她都说了些什么呀? 杨雪儿听着越说越不像话,便走了过来,江姑娘,爱而不得是遗憾,爱到极致是成全,你既然那么爱她,就该成全她而不是逼她接受你。 魏无羡,一看杨雪儿过来了,该说的都说了,一刻也不想留在这儿,江姑娘,该说的我都说了。 希望你以后能找个心里只有你的人,我先走了,蓝湛一会儿该找我了。 魏无羡说完一溜烟跑了,他要去找江城,告诉他千万别再把江宇双带来了,否则朋友也没得做了。 留在原地的江宇双,抑制不住蹲在地上大声地哭了起来,杨雪儿同情地扶起来他,小心安慰着,江姑娘,想哭就哭吧,我知道现在你很伤心,但是感情不能强求,也不是所有的感情都有回应,它们好不容易才能在一起,不过请你相信。 她们在一起一定会很幸福,也一定会长长久久的。 江姑娘,放手也是一种爱,江宇双随着江城离开了云深不知处,但愿她能放下吧。 人走后,蓝溪沉知道了此事,笑着打趣道,阿县,我觉得旺姬很有先见之明,多年以前就说过要把你藏起来,看来,这的确是一个好办法,为吴县嘟着嘴,大哥,连你也会调侃我了,其他人都知道是玩笑话,一笑致致。 只有蓝旺姬在思索这个办法可不可行,答案不可行,办法不可行,但是惩罚还是可行的。 此时蓝氏所有人都忙碌起来,课业也暂停了,可以看出蓝氏对几人婚礼的重视程度,这毕竟是蓝氏仅有的两个嫡子大婚,而且一个家主,一个先都,怎么会不重视? 蓝旺姬每天早出晚归给魏吴县准备惊喜,蓝锡臣与几个管事负责操办婚礼上一切用品,魏吴县带着思追景仪与杨雪儿整天画幅,说是有惊喜给蓝旺姬与蓝锡臣,反倒是蓝启仁成了最闲的一个,他走到望县居看到竟是开着门,魏吴县与思追景仪在一个桌案上认真的画着什么,而杨雪儿在另一个桌案上也画着什么? 蓝启仁不得不感叹,阿县看似放荡不羁,却是心细如沉,为了避嫌,特意加一个桌案让雪儿自己用,还故意把门打开,以前怎么没有发现她有如此多的优点呢? 哎,随着一声叹息,魏吴县看到站在门口的蓝启仁,叔父,您怎么过来了?快请进,其他几人也向蓝启仁行礼。你们在画什么?蓝启仁拿起桌案上的符咒问。 叔父,我在叫他们几个符咒呢?而且打算在婚礼上给大家一个惊喜。魏吴县递给蓝启仁一杯茶。 蓝启仁略带宠溺的语气问,你确定不是胡闹?魏吴县赶紧否认,不是不是,绝对不是胡闹。您不相信我,您还不相信杨姑娘吗? 叔父,我们不会胡闹,您放心杨雪儿开口,蓝启仁还是愿意相信的。叔父,您现在怎么有空过来?所有人都在忙,这些天也不用授课蓝启仁有些失落。 叔父,您正好趁此机会歇歇不好吗?你为蓝氏操劳了这么年,该想想轻浮了,要我说,您以后都不要再授课了。蓝氏那么多优秀的弟子们和长老,让他们去授课,凡是有大哥和蓝湛操心。 还有我和大嫂可以帮忙,等明年大哥和大嫂的孩子出生了,您还一弄孙不好吗?魏吴县言语诚恳说了一大堆,也说到了蓝启仁的心坎里。